朋友们 全学的朋友们 全学的朋友们 2020年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坎是过不了的 2021年已经两天了 2021年是进入一个病态的时代 政治病态的时代 也是正式进入病毒时代 人类已经进入政治的病态时代 已经进入人类的病毒时代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危机感 从政治上 从现实的政治上 应该说是非常的危机的 美国的政治是非常诡异的 全球的政治也是非常诡异的 可以说全球现在已经 也不是过去美国建立的国际折虚的政治了 现在全球的政治已经回到了重新发展 也就是说 中国 2020年 完全改变了美国的 现实政治和现实的这个 政治版图和这个现实版图 为什么这样说呢 2020年 由于中国病毒 由于中国 是公开提起黑弹挑战美国 基本上美国都没有回应 不管美国死多少人 美国都没有回应 都是一个表面上的 程序上的 所以美国都已经走到这一步 没有回应 基本上中国 彻底挑战全球 改变全球 完全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就中国病毒而言 就中国病毒而言 可以说在去年的这个三月份 就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一瞬间就改变了这个世界 而且这个改变不是短期的 是长久的 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在对西方的发动的病毒战争 这个影响人类世界 可以说上百年都难以流转 从世界现实来看 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且美国还不好意思承认 中国西云战争攻击美国 造成美国人死亡三十多万人 这是也非常悲哀的事情 而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有国家的总统也好 或者是叫做力斗也好 领导也好 但没有任何国家的这个人 这个总统 为死去的人 和为病毒战争带来的 无处无精的灾难 且这个中国 而且没有为死去的人 叫做民约教区 没有为他们申约 也没有为他们默哀 也没有为他们讨回公道 难道这还不诡异吗 这就是现实政治 这是谈的病毒方面 从各国国家的政治走向 从各国国家的政治走向 完全屈服于中国的钱 中国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的钱从美国来 从偷美国抢美国 中国是一个强盗国家 在海洋上 过去有时候海盗 是最恐怖的 最喜悦的 在楼梯上 中国是最恐怖的 中国的偷窃盗窃 中国的喜悦是几千年 几千年的偷窃 几千年的盗窃 几千年的无畏不住 可想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能够玩过中国 从中国近二三十年来 中国跟世界上广泛打交道 全世界全面随随随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中国对西方非常了解 因为西方有一定的价值观 还有一定的价值理念 还有一定的宪法的约束 还有信仰的这个制约束 宪法的制约信仰的约束 从道德理念上约束 这个西方人 那么中国人仍然不住 摧毁西方是轻而易举 发生了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美国 那是表面上的 没有实质上的动作 中国投入全世界 都是实施在这里 中国投入全世界 200多万人 都是实施在这里 中国投入全世界感染人数 好多千万上亿 或者好多亿 都是实施在这里 从中国占领香港 占领南中国海 这些这个集中云人口密集 新疆人 西藏人 包括最近的蒙古人 还包括中国的汉人 下一步是这一集挑战台湾 这一集挑战美国 美国又怎么样呢 美国现在是 美国现在的走向 跟感觉的走向是这个 倾向中国 所谓的中国还跟美国双赢 是不是中国做的事情实施在这里 西方人做的事情是完全是虚的 是空的 可以说是假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你那个法案是签定了 领多社的怎么样呢 而领多社的效果怎么样呢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怕你吗 他不怕 只要他的存在 只要他有几千万华人 投放到全世界各国国家 这些人一定会帮助中国共产党 一定会帮助中国共产党搞垮西方 维护中国共产党维护中国人 就是政治上的走向的诡异 从人口结构上的诡异 美国今天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我很多时候都谈了 美国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美国太相信中国人了 太相信移民了 太相信非法移民了 美国实际上现在的能上 完全处在 完全处在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 有些人种彻底改变美国 有些人种彻底改变美国 美国是有感觉 但是美国愿意这样走 愿意接待所有的移民和非法移民 中国时代来临 本来中国是跃跃于西 很快就会完了 但是呢 现在由于美国的政治上的这个诡异 造成中国共产党又有机会了 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又可以跟美国谈判了 又可以跟美国双赢了 全球化多元化了 美国这个国家 还是前段时间说的 川普说的这个美国第一 就是美国 什么事情美国都是第一 如果美国不是第一的话 美国本身就不是美国了 美国第一是正确的 如果说多元化双赢 那美国就不是第一了 尽管是现在没有任何人从军事上 和其他这个质疑冲突上来挑战美国 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强大 美国的体这个体能太强大 朋友们要看到全世界现在基本上都不听美国的 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全面下降 美国的影响力已经不行了 美国做任何事情都是反复说反复说 只是做一个表面文章 从现在哪一个国家真正的意义上的帮助美国 哪一个国家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站在美国一边 都没有 就美国的老朋友 英国 英国 没有 就美国的邻居 加拿大 加拿大什么都靠美国 加拿大心在美国身上忙没有 心在中国 这个美国的政治我们要研究 为什么美国的共和理念 美国价值理念 美国价值观 保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得不到美国人的认同 是因为美国人的结构 美国人的人约结构出了问题 美国人现在大部分是移民 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 可以说美国现在国内 不仅是千万非法移民了 可能是超过千万都还有 还要超过千万 或者说几千万非法移民在美国 难道美国不会被改变吗 这些人会支持你美国吗 这些人是来瓜分美国的 美国主义还要多元化 美国已经不第一了 美国不喊第一了 除了川普在说美国第一 美国再次伟大 其他人几乎都没有说美国第一了 美国不是第一了 爱的事情 这个我是艺术家我是画家 谈到最后的晚餐 实际上全世界都来瓜分美国 都向往美国当然是好事 但是都来瓜分美国 可能就不是好事了 向往美国追求美国 美国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已经把全世界的这个专制政权 已经摧毁到只剩下几个了 那么现在为什么美国 一再去扶植一个中国共产党呢 现在中国共产党流转这个绝灭 全世界又倾向共产主义 又开始瓦解西方争议 本来美国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 使这个人类社会走向正常 但是偏偏美国从一开始 一百多年以来就一直扶植 中国 中国共产党来到中国 建立中国政权 美国一直支持 直到现在 就美国在十多年以前 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不能入境美国 不能进入美国 但美国这个政策执行了吗 没有 反而中国共产党人 把美国当成它的后花园 中国共产党人 把他的钱 把他的人 把他的妻子儿女 红二代 红三代 官一代 官三代 都在美国 在美国享受美国的自由 享受美国的保护 然后偏偏美国还要去 帮助支持一个他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 当然我想 我在这里 我个人的看法 西方人想到钱 从来没有想到帮助中国 那是一个空投口号 推崇全世界的 关注全世界的人权 那是一个口号 只是仅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 对西方还可以 那么对专制国家是不可以 专制国家听得懂的是枪炮 它听不懂你的语言 哎呀我们说简单一点 中国人不听的英语 他也不讲英语 不懂英语 那你西方人讲英语 他听得懂吗 通过翻译 通过穿实的 穿实的这些翻译的人 就把你的味道已经翻译变了 特别是 几百万华人在美国 在美国有很多媒体 华人媒体 华语圈的媒体 华语圈的媒体 华语媒体 个人媒体等等等等 这些人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维护中国共产党 都是维护中国人 都是维护中国文化 在美国维护中国文化 维护中国人 不维护美国 不维护美国的价值年龄 难道这个现象正常吗 不正常 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是美国人不懂中文 是美国人 没有把自己的价值理念 没有折行你自己的 如今宣誓誓言 没有折行你的 于一新的政策 所造成的自我摧毁 我们在这里 应该是好好的研究 应该是通过这次选举 好好的研究 为什么共和理念 得不到广大美国人的拥戴 为什么反而社会主义 中国会得到很多美国人的认同 美国人可能内心想赚中国人的钱 内心想维持一个奴隶制的社会 通过这个奴隶制的社会 去跟他们交往去赚他的钱 因为从道义上 现在美国不能够再走奴隶制的社会 那么中国这个奴隶制 可能西方人 愿意让中国共产党继续奴隶中国人 然而给我国家再去瓜分中国人的财富 我想从心底 希望这样想 但是中国人的喜悦 你要我的钱 我就要你的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我说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 到底是瓜分中国 还是瓜分美国 或许中国人的历练 我们是来瓜分美国 而且中国人要和其他的那些 反动的国家和那些恐怖分子 来瓜分美国 破坏美国 而西方人呢 又想去瓜分中国 想要中国人的钱 这样就会一拍即合 双赢吧 多元号码 你杀你的人 我要我的钱 中国的钱都黑暗了 中国的钱是建立在尸骨技术上的 是沾满宣泄的钱 西方人想到那个钱 西方人到底又没有了 现在的欧洲 又跟中国共产党 节节忙忙的签订一个贸易协定 这个贸易协定 中国共产党给你承诺的任何事情 会给你兑现吗 几十年来给你兑过线吗 不 但是美国人明明知道了 还是要去拥抱中国 哈哈 美国也是啊 美国也是要去拥抱中国啊 美国 或许美国心里看到欧洲去拥抱中国了 美国心里也痒痒的 希望马上就去拥抱中国啊 所以说西方人付出的代价 美国人现在付出的代价 是你自取的 咎由自取 我们每天都要谈中国和美国的事情 因为现在 现在中国直接渗透到美国 在渗透到美国的协议里边 很多事情都必须牵涉到中国 如果美国要自己的安全 美国还想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去把中国摧毁 不是去解放他 没有理由 没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 解放中国人 那么 那么中国要摧毁你美国 你美国不去摧毁他 你不就自取灭亡吗 那美国这么大的人群 他要来颠覆你 你不把它处理掉 你会有安全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代 现在已经 进入 政治上的病毒 病态时代 在生活方面 人类进入病毒时代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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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 中国再投 新的病毒直接投出来 人类就完了 或许 就跟你同役于尽了 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正面战争 是打不过美国的 他用这个企业的方式 是一定会拿下美国 你不要小看中国人 口头说说说说说 他们是 他们是实在做事情 美国人呢 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其他国家 只关心自己 现在自己都出了问题了 怎么办 美国人还是在睡觉 好吧 只好睡觉 没有办法 只好睡觉 当然我也说了 我们在美国 现在从现实政治 现实意义上 从我们表面生活方 生活情况来看 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影响 或许是慢慢变 或者自己变 也必须接受现实 生活还要继续 不管哪党之政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仍然是美国政治的 不可或许的两大派 两股重要的力量 谁也吃不了水 谁也收服不了水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或许美国成为两国政权 两个国家 最多么悲哀 不是解体中国 不是去瓦解中国 不是去颠覆中国 而中国把你美国颠覆了 哈哈 这是天大的笑话 好吧 今天我们就简单谈到这里 希望朋友们 关注我的YouTube 我的YouTube里面有很多的话题 经常都有很多话题 虽然我的一些话题 是一些人或许是不太喜欢听 但是我们是肺腑之眼 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 看中国 看现实政治 看美国的将来 看人力的走向 人力的将来 所以我觉得不同 不同观念 不同视角去看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人力不能够一个声音 现在全世界的政治家 以及媒体 都是一个声音 难道这不恐怖吗 一个声音 没有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了 大概都是假话了 当然人都喜欢生活在虚幻中 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所以人力走到这一步 好吧 关注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订阅我的YouTube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我们经常都要讲 我有一千多张的YouTube 三百多张大型油画作品 准备留在美国 希望朋友们给我支持 给我赞助 Thank you so much Good night